这是黄色的玉兰花 现在是5月中旬多伦多 今年突然对黄色玉兰感兴趣了 你知道为什么吗 朋友你好 我是时珍 这是养花园的频道 欢迎订阅 在这个花丛中啊 不小心多闻了它一鼻子 香的 红色的品种在多伦多地区并不常见 是可以看到的哈 但是不是很流行 流行的是那种粉色红色 这个是什么品种呢 那上有一个牌子是铝制的 上面用笔写的 它叫butterfly 那半天这个名字 为什么叫它butterfly呢 是蝴蝶吗 不是 我觉得更像 因为它这个颜色 它被像butter 对吗 fly了 飞了 玉兰花都是灌木来的哈 也有小树 那么有的时候小树不小心 那个主干被切断 不知道什么原因 断了 主干失去了 它就变成灌木了 看看这里 有时候玉兰花还是挺脆弱的 比如说病啊 烙啊 养得好好的 好几年 十几年 二十年 突然有一天树干裂开 我说这些不好的事 没别的意思 就是让你有一个思想准备 一旦发生了 是正常的 不要太伤心 知道这些才会对它更珍惜吧 它健健康康的日子并不是很多 丰花的原生地都是树林 类似于这样 有一些阳光从侧面照过来 但实际上它不喜欢和其他杂草共生 会和它争夺营养水分 比较理想就是把它下面铺上帽尺 抑制这些杂草的生长 在多罗多地区有半日照就能长得很好 全日照也可以接受 而且花更多 多罗多地区常见的黄色玉兰 还有另外一个品种叫Elizabeth 那个有更浓的香味 我们去看看是不是还在开花 路过粉色的玉兰 还是忍不住多看两眼 哦 真幸运 从这儿到这儿 伊丽莎白 黄花可能不是那么耀眼 你不仔细看 也许还是它新的叶子 前面两个人在我的指点之下 在树下停了片刻 但地上花瓣已经开始凋落了 我说这个花有清香 你能闻得到吗 仔细观察树柄树冠的地方 开花很容易到下面稀稀拉拉 其实底下很低的地方也有花苞 但是不知道是否能打开了 我想一个是顶端优势 再有一个就是上面的阳光更充足 这两个人停下脚步使劲地闻 说它的香味是一股一股若隐若现 大家也听一下脚步 说这个unique 一位杜鹃前辈告诉我介绍给我的 而且说这是杂交品种 不会接种子 可是我每年秋天都会到树下转一转 好了 黄玉兰今天就说这么多 欢迎全网搜索石针加花名 希望有更多的视频 你喜欢这个养花园艺的频道 欢迎订阅 谢谢收看 咱们下次见